在这个图里面他给你pq 然后他现在我这个pq的位置是y等于 y等于1.3x加2 所以我的规定是 然后现在呢 阿萨曼其实是0.0 所以这个其实是0.0 然后现在他说 他要平行pq进入24这个点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他要的其实是这样的一条线 ok so 他平行 ok so我们知道他的gradient ok 这个gradient1,gradient2 so我的gradient1等于gradient2等于1.3 所以y等于1.3x加c 他经过a24 x等于2的时候y等于4 4等于1.3乘2加c c等于4-2.3 然后12 10.3 so我就有y等于1.3x加10 1.3 然后b的 然后b的 我就有y等于1.3x加c 然后他经过点b 4-2 所以我的x等于4的时候y等于2 1.3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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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3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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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并写 OK Y 并不算X